一直虧錢 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 都一直虧錢 我不可以坐耳代幣 當你沒辦法就要想辦法 法國餐廳廚師Eddie 入行30年 曾經在酒店做過大廚 十多年前自立門戶開餐廳 Eddie說 在去年6月開始生意急轉直下 束手無策 你知中環是重災區 以前每個星期 其實很多時候都在這裡搞活動 變成很多客人來不了吃飯 一直虧錢 我們一個月只開了7天 根本沒有人出來吃飯 達入2020年初 簡建生意稍為有起色 但怎料又突然面對這場世紀疫症 看看電話 15個訊息 Cancel、Cancel、Cancel 全部Cancel 公司的Cancel 因為已經是HOME OFFICE 然後這件Cancel 那件Cancel 大的Catering Cancel 小的東西都Cancel 然後情人節 全預訂的原先 有30多40客 變成零雞蛋 整個2月 完全想不到辦法 窮則變 變則通 Eddie決定將傳統法國餐菜式調整 轉型變為外賣直送服務 我不可以坐以待閉 當你沒辦法就要想辦法 而我堅持要自己送 有時我送不完 因為太多 但我盡量都自己送 我每次都很感動 為何客人來這裡 加油了Eddie 整天都會搞哭 你說怎樣做 做些甚麼 我在想 其實我會轉少少型 這個送外賣 餐廳都照做 其實始終香港人 忍不住要出來吃飯 例如我會做多些網上的東西 網上的意思是 我會做些甜品 麵包或其他東西 去網上賣 我們很多色彩品都可以這樣做 然後我會拍多些 我自己的烹飪課程的影片 可能在不同的媒體都會見到我 希望將我的正能量 和大家分享 Eddie相信 只要堅持 就一定可以捱下去 他跟我說 我不出糧 你哪找呀 這些同事 是否好起來的時候 一定要對他們更加好 我們現在唯有自己救自己 我經常都在Facebook 跟自己說自己救自己 共同抗疫 我們香港人精神 就是要團結 記得嗎 好嗎